各位官兵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郭文君 我是贾君翰 欸 為什麼要離我那麼遠啊 我是會吃惡你是不是 不是啦 現在是防疫期間 各項防疫措施都很重要 所有的小細節都不可以忽視喔 嗯 沒錯沒錯 像現在我們兩個人口罩就是要戴好戴滿 而且要保持社交距離 這是最基本的防疫措施 也是最重要的防疫作為 咦 學姐 我們防疫講了這麼久 是不是忘了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 今天啊 今天可精彩的呢 哦 怎麼說 課程開始之前呢 讓我先來考考你 考試啊 嗯 嗯 雖然我不是海軍小百科的教官 但好歹我也是小百科的頭號粉絲 考試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每個都說是小百科的頭號粉絲 既然這麼有自信就接招吧 學姐 你儘管考 好 第一題 國軍現在是什麼專案教育呢 這個簡單是精神戰力專案教育 不錯哦 下一題 但我們今天上課的主題是 堅實戰訓本物 建構精銳禁旅 哎呦 有兩下子嘛 再來 今天大家最期待的海軍微電影 你知道主題是什麼嗎 是情訓精煉 捍衛海疆 厲害了吧 果然有在follow耶 我當然有在follow 只是你問的問題又跟小百科沒有關係 現在正值專案教育期間 牢記教育主題是最基本的 嗯 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樣認真 那肯定能夠動員起最高昂的精神戰力 在接下來的演習中展現最優異的成果哦 沒錯 為了加深大家對今天教育主題的印象 讓我們再跟大家說一次今天的主題 堅實戰訓本物 建構精銳禁旅 啊 好 夠了夠了 相信大家呢 在我們那麼認真的提示後 一定能牢牢的把今天的主題記起來 啊 也持夠久了 趕快跟大家介紹今天的課程吧 今天的第一個課程主題啊 就是落實戰備整備核心工作 不過 落實戰備整備說起來容易 做起來可不容易哦 讓我聽聽你有什麼見解吧 大家都知道 精實戰備整備是一個持續性的工作 沒有辦法臨時抱佛腳或臨陣磨槍 必須抱持著存存務實與循序漸進的態度 穩扎穩打的訓練 才能真正落實戰備工作 就好比建地機 只有把地樁打得扎實穩固 才能建造風雨不輕的房屋 所以說 不論平時或是戰時 我們官兵弟兄姊妹都要積極執行各項戰備整備任務 更要以訓練就是作戰的思維 想求紀律與標準 絕不容許打任何的折扣哦 對啊 國軍就是國家最穩定的力量 不論何時何地 只要有國軍 大家就安心 所以更要佔盡本分 復賦國人對我們的信賴 誒 說到這裡就必須要介紹一下我們身後的這艘軍艦囉 你知道我們身後這艘選號勾三洞的是什麼軍艦嗎 背後你說這艘嗎 沒錯 嗯... 我當然知道囉 這是海軍的滋洋軍艦 哎唷 不錯耶 嘿嘿 我本來就是個文武雙全的人才啊 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滋洋軍艦 巡號勾三洞 曾先後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和越戰 在我海軍服役期間 擔負海峽徵巡 外島運輔護航 敦目遠航 救難等任務 民國87年除役後 便移至海軍官校作為教學與紀念之用 讚讚讚 果然有兩下子 現在許多的軍艦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 與先進裝備的研發而陸續的除役 但他們都有著光榮的傳統與精神 值得我們後人永續傳承與學習 我想這就是平時落實戰備準備訓練 積極提升官兵精神戰力 與本質素養才能有這樣傑出的表現吧 你說的沒錯 真的是一點就通 那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 你在做什麼 怎麼可以留下我一個人錄影啊 身為一個專業的主持人 我當然要為接下來的節目撲梗喔 來 跟走我 帶你去一個厲害的地方 走 君翰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看到這榮譽旗的製略碑 就知道是勇猛頑強的登陸戰車大隊 沒錯 海軍陸戰隊登陸戰車大隊 不論是在戰備遠訓或者防災救援上 一直都發揮著堅強戰力 努力達成任務 既然說到這榮譽虎旗 是不是應該由身為陸戰隊議員的你 來為大家介紹啊 這有什麼問題 在823砲戰期間 陸戰隊官兵出生入死 參與閃電 轟雷及紅運等多項作戰計畫 戰果輝煌 其中登陸戰車大隊的前身 登陸運輸車營 在砲戰期間擔任運補任務有功 於民國48年由總統頒授榮譽旗 以表彰戰役期間功勳顯著 沒錯 陸戰隊員就是秉持著 不怕苦 不怕難 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 誓死達成任務 在告訴大家第二個課程主題之前 讓我再考考你 你知道我們海軍陸戰隊 三不怕精神的由來嗎 這個我行 身為陸戰隊的一份子 怎麼能不知道呢 我很驕傲喔 那就趕快告訴大家吧 不怕苦 不怕難 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 是由海軍陸戰隊第四任司令 羅友倫司令所訂定 希望陸戰隊員都能貫徹這個信念 發揮服從負責的團隊精神 與事實達成任務的堅定意志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 為什麼陸戰隊標語會使用紅底皇字呢 這是代表著避邪狂殺的意思 象徵著先烈們拋頭顱 灑熱血 克盡軍人職責 為國為民犧牲奉獻 不為個人死身的大愛 想要了解更詳細的內容 歡迎大家到中華民國海軍臉書專頁 海軍小百科系列收看喔 喔不錯喔 還會順便打廣告 剛剛說了那麼多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今天的第二個課程主題 情訊精煉 善盡軍人本物 海軍陸戰隊的金石戰力 一直都是國人有目共睹的 更可以說世界聞名 沒錯 陸戰隊員靠平時的情訊精煉 與自我要求 一點一滴的累積 才能由內而外 展現專業與自信 專業的值得考驗 自信的自然而不做作 這種氣質可是裝不出來的 所以有句話說 只有累積沒有奇蹟 就是這個道理 除此之外呢 每一位官兵弟兄姊妹 也都要知道自己所肩負的職責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主持中重要的一環 都要做好自己本分內該做的事 完成各自工作 並懂得健全運作機制 發揮部隊主持功能 這樣才能確保各項任務的達成 只要我們每位官兵 都能有這樣的信念 必定能夠在接下來的演習中 發揮最佳戰力 圓滿達成任務 實時情訊精煉 處處善盡本物 一點都沒有錯 幹什麼 幹什麼 趕快把口罩戴好了 學姐 兩個單元結束之後 不就是虎仗聲歌了嗎 是啊 不是要準備唱歌了嗎 我想說 這個我拿手 準備為各位官兵弟兄姊妹 帶來一點語性節目 站好 站好 誰要聽你唱啊 我們是要聽別人唱好不好 啊 沒想到我一身好本領 居然沒有發揮的空間 拜託 要唱當然還是以我先來啊 哪輪得到你啊 好啦 感覺官兵被我們兩個折騰很久了 趕快進入虎仗聲歌 讓大家休息一下吧 欸 不是現在啦 政課都還沒有開始欸 是等等情訊精煉 善盡軍人本物的課程之後 會先播放 本次為漢光參演單位 振奮士氣的加油打氣影片 再來才是虎仗聲歌 及好想講英文喔 而休息之後 接下來的課程可是更加精彩 需要大家全神貫注 目不轉睛 想知道是什麼內容 就跟我來吧 為各位介紹今天最後一個節目 就是大家最最最期待的 偽電影了 這次我們偽電影的主題 是情訊精煉 捍衛海漿 是由海軍艦隊指揮部 精心企劃製作 述說著一個在海天之際 捍衛海漿的故事 在海天之際捍衛海漿 這是什麼意思啊 學姐 嗯 其實呢 海軍捍衛海漿的方式 各式各樣 可不僅僅是軍艦巡翼海漿而已喔 舉凡在每一個角落 默默為海軍付出的人 都是捍衛海漿的一員 當然在天空也不例外 海軍 在天空 一樣可以捍衛海漿 沒錯 說得那麼多 是不是對劇情內容很期待啊 哇 我已經等不及 要開始今天的課程了 今天肯定會讓各位弟兄姐妹 收穫滿滿 好 話不多說 接下來就請大家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進入今天的 精神戰力專案教育課程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